帮助孩子发展他们的词汇量 您可以轮流描述一些东西 例如您可以描述一根香蕉 您可能说这根香蕉是黄色的 您的孩子可能说这根香蕉是长的 您可以说它是光滑的 他们可能说它是甜的 您可以说香蕉是弧形的 然后他们可能说很好吃 您可以来来回回地说 看能用上多少描述的字 这是一种有趣的方法 可以帮助您的孩子 学习新的字和他们的意思 您可以说这里 看能不能够 你当然能够订阅